环球大战线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叶思敏 今天呢 环球大战线的私底下直播间 我们邀请到的是 中金院第一研究所驻研究员 王国晨博士 欢迎博士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博士他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在中国的政治跟经济 还有两岸关系 对不对 然后还包括研究了 中国大陆对于经济啊 还有金融等等 产业面都有非常多的研究 好 今天我们来请教 博士的是有关于中国房地产的一些 现在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机会吗 我们都来在今天做解析 先来看到是 既这个恒大之后呢 中国房地产的巨头 这家是碧桂园在港 要遭申请破产清算 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请博士来做解析 顺便来看说 接下来如何看 中国在当地房地产的一些现象 还有如何看它的后市等等 我们先来看到中国房地产低迷 在最新的一个数据 1月的法拍屋年增率进5成 成交率也在下降当中 另外再来看到是付出贷款 中国各地呢 现在中国大陆各地 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送房子的乱象 到底怎么回事 等一下都来解析 不过呢这个房地产的表现不好 我们来看到股市的部分非常的强劲 2月份的话呢 我们看到它涨幅多冠 涨了将近一成 现在大家是说 它要开始反弹了吗 现在连外资 国际的资金也往当地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股市的部分后续怎么看 等一下请这个博士来告诉我们 先来看这一起事件 恒大的后城 是接下来碧桂园出现清算 你觉得对于当地房地产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第一个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 郭学英提到 我们在观察中国大陆房市 大概转折点是2021年 就是再往前推2020年底 三道红线 就是禁止过度的放贷给建商 那到这个政策一年后 恒大就爆雷倒掉 从恒大爆雷之后的这三年 它的房地产价格 售价 还有空污那个销售量跟投资量 都是持续的下跌 只有一个东西是正成长 那主持人知道吗 空污 空污率在上升 空污率正成长 所以它的情况已经持续三年 这种三年下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中国大陆又不准这些企业倒 这些企业本身负债就在那边 不准它倒 它每天开门做生意 那刚才说的投资也没那么多 销售也没那么多 所以它开门就是亏损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的政府 人民银行就必须要降准 上个礼拜 2月5号才降准一次 降准叫银行放移住一些钱 让这些企业能够撑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要再降准 所以中国大陆的建商大概不会好 那唯一有一点它应该有听到我讲的话 北京当局有听到我讲的话 就是在今年1-2月股灾的时候 1月股灾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白名单 我现在框出50家 类似50家 我一定保 那现在已经说了 3月15号之前要把全中国大陆的白名单给建立起来 这是在我今年1-2月特别强调的 就是你要在两会前把这件事情搞定 为什么 你确定的白名单 你还要去想办法找预算 找完预算之后你还要拨款 拨款之后再到拨 先拨到银行 然后再拨到建商 就年底了 刚才说了2021年 开始整个往下走空转 到今年第四年 所以如果房地产 今年撑不过去一定会有风暴 就包含了野村跟瑞银都讲同样的话 所以关键点是在今年2-3月 他能不能当机立乱的处理到这件事情 哇 意思是说已经空转4年 今年会非常的关键 尤其是两会前要看到能不能看到日期改善 要不然就会有风暴 对 法人都这么说了 好 那刚刚讲到那个白名单 博士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你怎么看他列出了 在两会前列出了具体的白名单 你是看好接下来后市吗 不看好 为什么 我没有算 整个前50大中国大陆房地产企业 前50大一年内的负债要还的钱 10兆 人民币 对 10兆人民币 现在白名单 加起来3.2兆 所以根本不够 因为刚才说是前50大 的一年内负债 你如果是全部房地产的全部负债 那可能是要至少乘以2到3倍吧 那你算保守20兆 你现在才拿出3.2兆 可能连付利息都不够 付那个债务利息都不够 所以他必须 我说的必须 他已经听到我讲的方向 可是那个力度不够 他还要再加把力 至少拿出20兆 那就可以解决房地产问题 那经济就可以重新再出发 有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你要看 习近平有没有这个破例 因为他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印钞票的结果事情 汇率会大幅贬值 对不对 那可是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他如果垮了世界都会垮掉 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呢 他这次就跟美国一样量化幻动 吹下去 那他能投过就升就过 可是你如果慢慢拖 现在中国大会经济不好 可能从第二名变第三名 变第十名 那美国可能就不会听他的话 就是不会顾忌他 然后整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真的会拉开来 嗯 现在可能会像美国量化宽充的时候 大家还是听住 所以要看习近平敢不敢这样做 好 那刚刚博士有讲到说 有可能好 有可能不好 但你比较悲观一点点 那如果说真的不好的话 你觉得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 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很难想像吧 我们大概也不会预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就是您这边提到的 一些乱想 法拍屋嘛 法拍屋 就是你民众没有钱 所以你只好去把房子给被法拍嘛 那你可能继续的躺平嘛 所以也不用期待说中国大陆会有暴动 因为这个暴动革命是要成本的 那你也不用期待说他会论出去 因为论出去是有钱人的权利 所以他大概也只能在那个环境下 慢慢的接受这种缩衣结石的日子 就跟台湾过去也是从经济非常好 到非常往手下坡嘛 那日本也一样 所以他们大概是慢慢适应这种 经济没有两位数飞腾的日子 大概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房地产真的爆发了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好的危机 接下来对中国当地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经济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在过去三年已经慢慢反应了 你刚刚说他已经三年空转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水泥业在过剩 钢铁业在过剩 然后整个下游的装潢业可能也有债务违约 然后家具也卖不出去 所以在过去三年一次大家都在适应这种生活 那现在爆与不爆只差别说 你后面的骨牌效应 例如说 中植系那种理财商品 或次级房贷衍生出来的金融商品 可能会有一波债务违约 那根据过去2016年到现在那个P2P的爆雷 如果各位观众有印象的话 那我现在没说什么事 就是说这些公司倒掉了嘛 也没听到中国政府说要还钱啊 因为你财有赚有赔 那唯一的唯一一点差别是 你买房子可能是有投资的部分 也有可能是安生利命的部分 所以呢为什么前几年那个烂尾楼保交楼 北京当局会中市 因为有些人是不是为了投机买房 所以投机的那一块他一定不会出 可是那个保交楼该保的他还是会保的 这唯一的部分 除了烂尾楼可能出现的问题之外 不是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现在中国各地也在出现的 所谓的免费送房的一个怪象 它其实就是类似说 你买下了一个房子 然后你接下来贷款已经负担不了了 所以呢比如说我以一个月 2000块人民币租给你 然后答应你说我5年之后会过雇给你 类似这样子的乱象 在中国大陆内部房地产 民间消费的部分 现在有发生哪些事情呢 您刚才提到很好 就是那个法拍的部分 就是在过去一年 我们在做政府的报告 或是去机构报告的时候 我们的假设是 民众是不愿意消费 而不是没有能力消费 听清楚 消费保守 对就是不愿意而已 可是你看到像法拍屋的现象 发现到一件事 他们没有能力消费 所以已经不是不愿意了 所以我们后来修正 为什么会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内部学者也在讲 所谓的伤疤痕效应 也就是疫情三年 基本上那已经没有收入了 所以现在就算解封之后 可能会更惨 因为在解封之前 他可能政府 北京当局来给你一些补贴 让你拨下去 解封了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会出现法拍 那现在免费送房衣是一样 你现在中国大陆我们估了 他们空屋大概700万套 700万套空屋 700万套 这官方数据700万套 所以他们也没能力买 那你现在知道买一送一 那可是即使这样 大家还是不愿意买 那为什么 因为除非你给我看到 那是盖好的 那如果是预售屋 可能更不会买 他是买一送一啊 对那你盖好的吗 还是说预售屋买一送一 对这可能还在进步查证 如果是预售买一送一 还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怕建商跑掉 变浪围了 那如果是 乘务都买一送一的话 还不去买 那就代表经济会更糟糕 好除了消费动能之外 我们来看到房地产不好 但股市最近 哇是发生什么事非常的好 2月份的涨幅将近是达到一成 我们来看到几个国家来做比较 在2月份的股市部分 中国大陆的护身300指数 涨幅将近一成 刚刚提到的 日本的话 涨幅在2月份 达到8.76% 好台湾也不错 5%多 那美国也是5% 最后菲律宾4%左右 好为什么最近 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表现这么好 国际资金 现在也说转攻 中国大陆的股市 这个部分 其实有点认知作战 我觉得假讯息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的观察 这一波会好心上我们预行 比如说 如果各位还有影响 那1月初的时候 不是中国大陆股灾吗 然后政府大概在北京当局 大概在1月中开始成立 就是 可是1月中马上碰到什么 过年 所以我们在顾后 我们有计算 过去只要是春节封关的那一周 一定会把股市拉上去 那同样的 开春 一年开始 它已经不会让股价跌 那一直到现在马上就要两会 就是中国大陆最重要两会 它也会维持住股市的行情 所以这一波上涨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后续要观察的点有两个 第一个点是3200点以上还股市来讲 因为现在大概就是在3000点上下震荡 那如果能冲到3200点以上 那就是稳 就是稳的 反攻吗 你只要赚上3200点 代表说你不需要在国家队 那股民或者是外资真的就有信心了 自己就进去了 那这一波还是外资在撤啊 进去啊 国家队进去啊 然后稍微的撤离 所以现在这波震荡 观察点是3200点 3200点 低的话是2500点 如果跌破2500点 那中国大陆股市大概就会 一直往下坠了 所以为什么在1月初的那时候 他要赶快进去 因为那时候已经跌到2600多点 所以你如果 你知道金融是一个预期的行为 是 当你把门槛设在2500 可能2900大家都在跑了 他不会真的到2500就在最后跑 所以呢2500点 为什么他2600就是9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北京当局的 那个设的下限也在2500点 所以这两个区间就是 如果跌破2500 中国大陆股市大概没救 那如果能够回到3200点 那中国大陆股市就可以自我复苏了 那这一波的七起伏伏 我觉得就当做是 你如果要去区间操作 当然是可以 就是这一波赶快去买 买到两会结束赶快买 好那我刚刚那个国城哥讲到两点 第一点是测试这个3200点能不能突破 突破的话就可能会转而进攻 从一开始是国家救市 然后变成说 哇外资啊股民都很有信心 可能会继续往上冲 这是第一个 往上冲不见了 可是自我复苏 至少会往上 就稳定往上 那第二个刚刚你是说还有一个观察重点是 2500点 如果跌破2500点 这个国家股市大概也就完蛋了 OK 好那股市的部分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 股市的部分的话 他现在做法会有一个后作用 是不利于他的 也就是他现在管制非常多 就第一个 他们间接证实现在的股市前30分钟 跟尾盘的30分钟不能够卖超 对 然后呢外资法人 不是外资 不是外资 所有的法人机构不可以进卖空 对 然后像龙卷T加林 就是当天当日冲销禁止 他的股市设限越来越多 会让外资越来越困难 愿意去投资到这个股市 所以他这一波的干预是稳住了整个中国大国股市 可是对于他后续的后遗症或后作力会慢慢显现出来 是好 谢谢博士今天的分享 博士今天也会加入在我们环球大战线的节目当中 请观众朋友按时收看咯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